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绝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 是什么 中华文明的复兴 对白的第三站 吉一南老师来到了位于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学 南科大创建于2011年 是国家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验校 是深圳市创办的一所创新型大学 在这样一所年轻创新的高校 吉一南老师将带来怎样精彩的演讲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金一南著名军事战略专家 少将军衔 国防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式 吉一南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讲一个 从东亚病赋到民族复兴 这个题目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是陌生的 因为时间太短了 因为你们精力太少了 就是太年轻了 我们都牵涉到一个问题 刚刚讲不忘初心的问题 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就从这个1840年以来的 这种悲惨的糟糕的状态中来 我们从一个旧中国来 从旧中国到新中国 你说1840年以来 我们吃了多少次亏 第一次亚维尼战争 你说大英敌国有多少东西 就是28条军舰15000军队 我们就签订南京条约隔让香港 配款2100万人白银 那香港问题从哪开始 1860第二次亚维尼战争 英军1800法军7200 长驱直入北京首都杀人放火 将军圆明园复制一局 先是打不过西洋 紧接着打不过东洋 一把九四甲午战争 一纸马关条约 空前的隔地赔款 辽东半岛台湾被隔让 赔款两亿两白银 东亚并富民靠怎么带上去 就这么带上去的 西洋西洋打不过 东洋东洋打不过 见人就败 就隔地赔款 当年北京的英国人刘尔卡克 讲了一句话 这是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告 这里有愿意付款 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 你看人家对我们的认识 对我们的概括 颇像我们今天有微信上传段子 叫什么 钱多 人傻 素来 这里有愿意个付款 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 最好的打劫对象 我们近代以来 我们自己总结了个命题 叫落后要挨打 因落后挨打了 我说真正挨打是因为落后吗 我们近代以来挨打是因为落后吗 我说你的大街上乞丐 穷得一无所有 有人打劫乞丐吗 真正遭抢的是什么人 又有钱 抵抗力有差 那就抢你 你这里有愿意付款 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 一旦出事 一旦遇事 满脑子想着花钱消灾 拿钱去摆平一切 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灾难皆中而止 已成最好的打劫对象 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我们经常讲那些八个国家打 我们也问我们如何打得过 但是我说历史就怕戏球 你说八国联军来了多少人 日军最多八千 俄军四千八 英军三千 美军两千一 法军八百 奥地利军队五十八人 意大利军队五十三人 1900年8月3号 从天津向北京攻击出发 全部八个联军 大家注意七国 还有七千德军在海上来不及赶到 这七个国家都等不及了 直接向北京攻击出发了 而经济一代的清军十五六万 一格团团民五六十万 让就这么点兵力八国联军 十天攻陷北京 当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增兵了 但当年把北京打下来的八国联军就这一万多人 我们反复声讨帝国主义 嗜血成性 侵略成性 杀人成性 我们很少检讨为什么自己衰弱至此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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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七一事变 日本华北驻屯军 我用最高统计八千四百 日本人自己统计五千八百 宋哲元二九军十万 一个月华北沦陷 大清推翻了 中华恢复了吗 当我们把一切问题 放在大清身上就 这个王朝不在了 那中华就恢复了 照样在这样 西医事变 北平城南部的卢沟桥 我们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 每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我们在卢沟桥声讨日本 帝国主义 清华罪行 我觉得我说你在卢沟桥参观 如果我们参观队伍里面 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问我们这些懂事大人 国家之间战争怎么在卢沟桥爆发 请不吝点赞订阅 韦军 《鸡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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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果忘记过去 你行不行 你看这个日本十六十三场 中岛今朝五都日记 南京大屠杀 杀我们三十万 日本人至今不承认 你看《中导日记》写的 不断游以一千人 五千人 一万人计的群体投降 连武装都来不及解除 不过 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 只是一群一群人走来 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 我们一万人带武装 日本人都不害怕 因为他们不是来战斗 他们是来缴械 他们是来把枪支放在地上 把双手高高举起 投降就能活命吗 你看《中导日记》写 仅左抖木部队就处理掉 约一万五千人 什么要处理掉 杀掉 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 处理了一千三百人 在仙河门附近 集结约七八千人 处理这七八千人 需要一个大豪 但很难找到 于是将他们分成 一两百人的小队 领到适当地方 加以处理 一两百人 一两百人的分头杀掉 你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图景 一群任人屠宰的羔羊 伸着脑袋等着别人看 当年出现这个局面 核心原因不是普通战士 一般民众 是什么 当年民国政府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问题了 抗战期间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以下 二十多位中央委员投敌 五十八位舰官投敌 一些部队呈建制花辩 整个八年抗战 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 高达两百一十万 超过清华日军数量 是中国成为唯一一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伪军数量超过七位军的国家 当年我们看 都是党政精英啊 当年民国政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率先投降 率先降底 跟着日本鬼子干 你汪精卫 陈公伯 周佛海 王克敏 殷汝庚 梁洪志 王继堂 齐县 唐敏勋 哪一个不是当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你旁秉勋 刚刚获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 部队立功受奖 本人受勋 整个集团军花辩 全部变成伪军 日本人多么方便 不用招募 不用装备 不用训练 来了就用 当年出现了叫什么 集团性的精神沉沦 和人格沉沦 不是一个两个 一大批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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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历史上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你说他们天生就是坏人吗 你说头号汉奸汪精卫 当年什么 孙中山遗嘱起草人哪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争许努力 都出自王精卫 你说王精卫 他就天生是坏人吗 当年1909年 王精卫带两个人 三个人潜入北京 刺杀摄政王宰丰 以换起革命高潮 因为当年1909年慈禧去世 光绪去世 立了一个小皇帝 宣通 三岁 权力都在他父亲摄政王宰丰手里 王精卫叫刺杀 当时行政最高领导 摄政王宰丰 那死罪啊 王精卫必死决心到北京来 行刺 就在北京的德胜门 德胜门那有个小桥 在桥下埋炸药 宰丰上下班 就上朝退朝落货 要炸死宰丰 一到行动时刻 王精卫这短板就露出来了 眼高手低 志向很大 动手能力很差 埋炸药埋了三天晚上没埋好 三个人埋三天晚上 再敲地鼓道 没弄好 我说你两天晚上埋好炸药 没人发现你 三个人弄了三天晚上 没埋好炸药 被人发现 抓捕 这一抓干什么 行刺 行刺最高行政长官 当时叫秦王 摄政王宰丰 判死罪 王精卫报必死决心 虽然行刺的手段很差 技能很差 但是决心很大 在狱中复食一首必死决心 慷慨割烟事 从容做出球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这诗传到狱外 多少革命之士感动了痛苦流涕啊 汪精卫太英勇了 不但感动了普通革命之士 还感动了清朝的王公贵族 肃亲王善旗 善旗年轻啊 王公贵族年轻 又是开明派 孙中山的 黄兴的 汪精卫写的小册子 他都看过 汪精卫这首诗深深感动了他 他劝摄政王载丰 别杀他 他要行刺你 你不是毫发无伤吗 没行刺成啊 不要杀 你何必要杀他呢 摄政王载丰 很欣赏 善旗 因为是 王公贵族中少壮派 开明派 同意了这个意见 不杀 汪精卫 善旗旗不见言 不如把他给放了 特赦 你彰显大清王朝皇安浩荡 你说我们的胸怀 别人要行刺我 我都不杀他 把他给放了 摄政王载丰又听取了 善旗意见 把汪精卫给放了 汪精卫在狱中必死 抱必死决心 最后是特赦 临走之前 肃清王善旗对汪精卫 还说了一段话 你们的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 看到清朝太坏了 假若你们革命成功 我看你们也强迫我们多少 那最后不信严重啊 革命成功了 汪精卫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了 善旗被扫地出门 赶到天津当御工去了 然后汪精卫成了大汉奸了 我说谁把他 他在这一段话 网络的那一段话 是一个人说的 他在这一段话 他在这一段话 彩虹的意见 把汪精卫杀掉 我们今天还多了一个可够可继的 革命烈士 我们今天好多人 还在慷慨歌烟士 从容做出球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汪精卫的事 现在进不了 革命烈士是超了 因为大汉奸 我真正毁掉汪精卫的就是善起 你说他当年就坏人吗 他不是的 当年多么豪壮 最后成汉奸 你看鲁迅的亲弟弟 周作睿 毛泽东称鲁迅是中华民族中 骨头最硬的 他亲弟子 怎么称了中华民族中 骨头最软的了 这同胞兄弟啊 面对日本侵略 很多知识分子在旧欧宣言上签字 周作人不签 七一事变 北大撤离北平 周作人不走 不签不走可以 你别跟着日本鬼子干呐 连劝诱周作人出任委执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 最初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的清高 出任委执可能性也只有1% 日方就有底岸 如果他监制不受 也并不打算勉为其难 不当就不当了 你留在北平教书 就算对我们支持了 就可以了 没想到周作人欣然接受 出任委华被政府教育总署督办 跟随汪精卫访日 访满中国 发表讲演广播讲话 慰问日本上帝 抗战胜利 周作人被民国之后判入死刑 很多北大同仁 到监狱探望 说做人凶衣怎么干这事 周作人讲一句话 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不于事 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照汉旗 周作人说 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 我们没有一个中国人 要求你一届文弱书生去做文天祥 但不当文天祥 就是当汉奸嘛 只有两条路 文天祥或者汉奸 在这个钢肠错乱 廉池扫地的暗无天日年代 清华大学教授于平博 仰天长叹 就是一句话 我们的英雄不知在何处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到了危难时刻 无人挺身而出 无人横刀立马 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都是人在屋檐下 哪能不低头 都是识实物者为俊杰 都是心思头上一把刀 你就忍了吧 写个很大的忍字挂在家里 就这一套这种文化 都有寝食之深 无人横刀立马 无人挺身而出 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应的这个运 不是什么好运 是国家最黑暗 民族最旺的时候 一批共产党人 挺身而出 抗连第五军总司令杨敬宇 中共党员 抗到最后剩自己一个人 牺牲的 打散的 投降的 一个人也不投降干到底 成兵 抗连第一军第一次市长 杨敬宇最新任的得了助手 1938年7月率不投敌 组成成兵挺一队 逼杨敬宇绝起 东北深山老林抗战非常困难 冬天气候太严酷了 零下三十度四十度 雪深末期 日本人个子矮 雪都到大腿根了 雪里拔不出腿来 日本人对杨敬宇佩服得不得了说 杨敬宇身高马大 人高腿长 在雪地上三蹦两蹦地抓不住 跑了 日本人把杨敬宇形容为大鸵鸟 当然杨敬宇他都能在雪地上 出神入化的日本人抓不住 不仅他人高腿长 关键是他在不同的山巒 布里有很多秘营 小木屋 里面有粮食有柴货 保证饿不死动不死 成兵把秘营全部捣毁 逼杨敬宇绝境 第二叛徒 张秀峰 军部警卫排长 父母双亡的孤儿 被杨敬宇抚养成人 1940年2月携带机密文件 枪支及抗连警卫判免投体 向日军提供了杨敬宇突围路线 他是杨敬宇贴身警卫 他二分叛变 杨敬宇三分牺牲 第三个叛徒张旭若 抗连第一军第一师 特等激昂射手 叛免后在为通阿省警务厅长 暗谷龙鱼狼的命令下 开枪射杀了杨敬宇 再讲第四个人 这个人很难说叛徒 赵定宇 蒙江县保安村的村民 杨敬宇跑了好几天 免血跑丢一支 好几天没有吃饭 看见沾上三个砍柴的老巷 杨敬宇跟赵定宇说 下山帮我买双免血 再买几个馒头 还叮嘱了一句不要告诉日本人 赵定宇下山就告发了 杨敬宇在山上 杨敬宇最后壮烈牺牲 日本人说你看 终于把这大个子给打死 把这大鸵鸟给打死 出卖杨敬宇的 围捕杨敬宇的 打死杨敬宇的 都是中国人 没有灵魂 没有血腥的中国人 跟着谁干都是干 只要混碗饭吃 就能活口命就行的 中国人 最后出卖杨敬宇的赵定宇 1950年土改执行死刑 赵定宇临相比之前 还讲了一话 说我当时跟杨敬宇讲的话 我看还是投降吧 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 他说我看杨敬宇的样子 跑了好几天 免血跑丢一职 好几天没有吃饭 脸上 耳朵上 手上 都是洞窗 说惨戏心的样子 你干什么呢 抗战 你能打过日本人吗 就剩你一个了 人家都投降了 你干什么呢 投降算了 赵定宇哪里知道 只要杨敬宇投降 日本人安排不是不杀 让杨敬宇出任 唯一满洲国军争部长 利用杨敬宇的影响 摆平洞被抗脸 最后时刻 杨敬宇跟赵定宇就讲了一话 老乡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 混费 杨敬宇 建议词 韩子 门 全 共产党人 就是这样的关键少数 当年中国革命一批年轻人 年纪轻轻就干大事 年纪轻轻丢性命 踏上中国历史舞台 一无自言 二无名望 三无影响 四无地位 就是一腔热血 李大钊37岁英勇就义 毛泽东34岁上锦杭山 朱德30岁成为护国名将 周来29岁主持南昌暴动 博谷24岁出任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24岁 我觉得今天就是我们一个大学毕业的年纪 就业是头号问题 我说大家看看博谷的就业 就这个岁数 中央临时总负责人 聂尔22岁为义营军经营去布局 我们今天共和国公民在国歌面前 都要自立一个22岁年轻人 谱的曲子 巡淮州19岁师长 20岁军长 21岁军团长 22岁牺牲 红军中最年轻的将领 邹荣18岁发表革命军 22岁去世 邹荣18岁写的革命军 深深感动了两个人物 一个是毛泽东 看完邹荣的革命军 就四个字 夜不能寐 激动地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第二个蒋志钦 及后面的蒋介石 就邹荣18岁写的革命军 感动了中国近代舞台 两个主角 你说这些人 他们为了自己 首先富起来吗 为了光宗要祖吗 为了扬明立身吗 不是的 在国家最黑暗 民族最无望的时候 有一批年轻人 奠定了这个初心 一定要谋求民族解放 一定要谋求民族复兴 这批人上了警钢山 毛泽东 1927年9月9号 发动秋收起义 五千人 上警钢山只剩一千 毛泽东当年提 星星之火 可以燎远 不是1949年 站在天安门上 看着五星哄起 燃燃生起 毛泽东说 星星之火可以燎远 是整整新中国成立 二十年以前 在米西根据地 那么困难的地方 被国民党压在山沟里 红银枪汉阳灶 标准军装都没有 毛泽东说 星星之火可以燎远 当时多少人信呢 没人相信 当时队伍中的疑问 就是红旗到底打了多久 毛泽东的回答 就是星星之火 可以燎远 二十年后终于燎远 所以我写了本书 叫《新生》 那书的非夜 就受毛泽东这话的启发 书的非夜 就写了这么句话 战胜对手有两次 第一次在内心中 毛泽东在 新中国成立 整整二十年前 他内心已经胜利了 最后的结果 是二十年前以后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 所以我觉得有这么句话 多数人应看见而相信 多数人是这样的 你别跟我吹 你再吹我也不信 我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但为少数人 应相信而看见 他内心相信 他最终看见 所以一个团体 如果你目光远 一定要有缘景 一定要有梦想 人没有梦 也可以 有梦实现梦也很难 但不管能不能实现 梦能带你走出很远的距离 回望中国近代历史的百年沧桑 相信每个小伙伴心中 都和我一样 心情复杂沉重 索性我们迎来一个太平盛世 那么中国又是如何 从低谷中复兴 如何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呢 让我们接着听吧 四十年改的开放 中华文明的经向扭转律势